各位頭條的讀者 這篇就是我這個命人會的2015的押族篇 也是2016的新希望的新的開始 當然一定要介紹我心目中要力捧的新人 馬志威、Albert和灰鴻 就將會在2016年大展拳腳 兩位都將會在電影上爭取參與的機會 馬志威或者有很多場客 或者在電視上你都有見過 或者簡單說多點你自己 Albert 我是2013年進來公司 因為當時拍攝了葉導演的第一次不是理 和Paco很合適 緣份下大家可以合作 對 我今年2015年都很開心 很多工作 而且開始越來越打 對 最開心是拍攝那套《藝城仙巴》 好 我可以說下年一定是一套很好看的電影 至於灰鴻 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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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叫灰鴻 其實我之前是一個足球員 我自己踢了職業足球員 也有十年了 很幸運 在我自己準備考慮轉型的時候 Paco就覺得 不如可以試試在電影方面發展一下 Paco就會叫我過來試試 現在公司安排了普通話 功夫和學著電單車 讓我好好裝備自己 就為了準備 下一年就 下一年就有一個好的準備 很快就出了 在電影上大家 在大銀幕上會看到灰鴻 扮演不同的角色 灰鴻或者簡單說一下你 真是有一個足球員 現在去到訓練動作 或者燒槍開槍 那那個過程 或者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比起我自己之前的生活 就有很大的分別 有很不同 因為之前踢球 已經是自己的興趣和事業 已經習慣了 已經給了一個慣性 現在接觸的東西 就是一些很新鮮的東西 其實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是一個很勇於挑戰的人 現在學的東西都很新鮮 其實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挑戰和嘗試 那發展國內市場 你當然要努力去令自己的普通話進步 那你落了多少苦工呢 其實我們已經學了普通話 已經有幾個月了 我公司安排了一些課堂 其實現在我們的普通話 都很大會 將來我們可以有更加不同的發展 國內發展 沒錯沒錯 沒錯 Edward正衛已經有提過 其實在2015年 他有幸參與一部 真的都很大的製作 由沉默聖導演 《危城千霸》 這個在2016年 將會大家期待 同時也有一部熱念心的導演 剛剛拍完了 簡單介紹一下這部戲 那一部叫《PG》 《亂愛智隱》 是一部挺有堅密的電影 我在裏面飾演一個 叫做 副導演 長忌的角色 我覺得今次我的表演 比之前我的角色 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大家可以入場去看看 什麼不同 因為我覺得今次我做得挺特別 是啊 對 對 最重要的是明年 2016 2016 其實他們剛才說了 要裝備自己 要在動作上 希望可以 你知道 有動作 其實不是一朝一日 有幸他們遇到一個 非常出色的教練 這個教練很用心 同時你有機會 你看 兩位都是 反派的形象 這個就是 青年鋼灘 拿著槍 都要像樣的 是不是兩個都經常學武術 是啊 同一個師傅 學什麼武術 有些叫做卡里 菲律賓的 搏擊 近身 然後有西洋拳 然後有 有 有術小小 還有棍 雙棍 你們怎麼操法 你們操練多久 通常大約一個星期 一至兩堂左右 操練多幾個小時 操練多幾個小時 一個多至兩個小時 現在開始不是體能方面 技術方面 因為體能 我們本身也有體能 還有跟進去 下面做 對 因為下面有一間健身 公司安排 最重要的是 現在是裝備自己 沒錯 當然 有機會參與電影 就是盡量要摸索 還有要努力 聽導演的指導 很快就 他們兩個都有幸 會有一部 明年的籌備之中 一部講電單車的製作 這部製作 現在上早 不過 他們已經要花時間 去學電單車了 始終要踏著車才行 哈哈哈哈 所以灰熊會走什麼路線 是否更盡 你看到灰熊是性格演員 絕對夠性格 形象鮮明 那你一看就知道 一開始就先反派 反派入營入格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跟現實的人 是兩個人來的 雖然外形你被他嚇到 但是真實來說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小貓 哈哈哈哈 小熊小熊 沒錯 灰熊小熊 哈哈哈哈 剛才馬志威說 在PG那裡有個角色很特別 那是跟什麼人對手 我今次就跟一個叫做神日嘉的 應該唱歌的新人來的 多一點去對手戲 另外就跟King和趙敬浩 我們三個就有一段的關係 感情節 感情節 是 有沒有親嘴 今次沒有 爸爸 哈哈 我想就是我跟葉劉魚乾說 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些給我 他又不肯我 哈哈哈哈 會不會靜靜地釋放利是給他 哈哈 有機會有機會 有機會 這兩位都是絕對看好 也是太陽娛樂 在2016年的重點 藍的代表 就是這個新人 全力在電影上去推進 公司是不斷推介給一些導演 灰熊的另外一部動作 就現在已經籌備當中 是 都幾 都幾大挑戰 不如說 對於我自己 因為 未接觸過 還有 我聽過 故事都真的很吸引 我自己都很期望 有更多的演出 在這裏 是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相當的提點 就是 萬事要安全小心 因為他們要跳躍 很多跳躍的事情 就真的要練得 排得會熟一點 那麽多 還有 每件事都不要掉以輕心 你打算搞定的 就出事了 所以 世事的事情 就一定要百分之百掌握 那 Edward 你有沒有什麽的 你接下來 公司界盡量安排 或者你希望 在什麽類型的 電影上 你希望爭取這個機會 我本人都很喜歡動作片 其實 有一些叫做 黑色幽默 或者比較 黑色喜劇 或者戲劇方面 我都會很喜歡 是的 那 怎麽都要提提 其實 在2015年 Edward又參與過火火的電影 《六粒》 在戲中非常突出 雖然 的戲份 不是很多 但是在個角色上 大家真的 是一部很 有創意 又有一個 怎麽說 很大膽 也是一個 真是 一個 獨立電影 可以這樣說 快點說來聽聽 不是商業性 很厲害 是很厲害 它造型很厲害 很厲害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不要說 不要說 這部戲 相信 雖然它不是可以進入大陸 但是會在網站上配合的照片 我期待三四月左右 應該可以帶給大家看到這裏 六粒 很有驚喜 很另類 我可以這樣說 很大膽 火火是一個真是 真是 非常之 真有火的導演 他的思維構思 都頗出神入化 哈哈哈哈 不如你說少少 2016 太陽娛樂的發展 和電影業的 哦 2016 我們更加要努力 即是已經計劃商 其實已經 鋪好了 重點的電影 大家期待的薩波郎三 當然當然是 這個全力去插華 導演依然是鄭寶瑞 監製就是我和葉偉迅 這部更大更精彩更出色的薩波郎三 鎮容呢 鎮容 鎮容 除了三個主打 主角之外 還加一些重量級分量的人 去令薩波郎三的吸引力更大 這個重點 其實有提到我們公司不單止給機會新日 有給機會新導演 我們簽了合作的李子俊 他就籌備一部叫狂秀的電影 這部聽過名字都知道 都幾行的 真的會以動作為主 這是一個即將 相信一過了旧歷年就開始了 就開工 就四月開工 其實現在已經在運作中了 劇本立行成功拿到 所以現在是一起 待演員確定的時間 大部分已經同意了 稍後可以公佈 是的 即是主要接下來的太陽 都是由電影為主 動作 電影為主導 當然我也都會有 在我心目中 我希望可以實現到的就是 在2016拍到一部音樂電影 這個是我最大的使命 就是我將累積多年音樂的經驗 如何去融入在一部可以在電影 發揮到這些歌曲的作用呢 這個就是努力努力在這裡籌備 其實再簽一些新的男演員 是不是因為覺得 香港電影裡面的男演員 好像青龍骨折 其實什麼時候都是需要新人的 即是我是比較和其他 我是特別喜歡用給機會新人 給機會幕後的導演編劇 我公司其實我沒有公佈過 其實我們已經簽了兩位很年輕的編劇 他們是用心用力很全程投入 去寫很多不同類型的劇本出來 變成我們的題材是多元化一點 剛才聽說薩破狼3狂授了一部動作電影 以及一部電單車為主題的電影 即是說接下來2016年 太陽娛樂會投資多少錢去搞電影 其實製作上超過 我可以確認的已經是超過六部了 如果六部來講都 當然有其他投資者的 但是對於一部 例如薩破狼3這些大片 動不動都要兩億的製作 其餘的就是看劇本 或者那個需要 或者那個題材上發行 它對這部片的支持 我們才確定那個製作費 是否粗略估計都是六億的 如果這樣就接近了 接近了 是的 但是當然不是全部太陽 是獨家投資的 很多國內的發行公司 他們都很踴躍支持 是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